上我电视等我吧 对 拍过电影 还拍过电影 我整满跳 整满跳 老不得吃 自然还拍了两个多小时的 要说来到有老不得吃的 老不得吃多 有粉店吗 没有 今次一家 对 兄弟们 今天来到了河南浦阳范县 在高码头一个村子里 有一个古老的美食 我敢这样讲 你们肯定没有吃过 这种古老的美食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今天我们去品尝一下 祖传老三肉悬子 咱看下这个肉悬子是如何做的 咱这个面是反面还是 实面 实面的 在这个小锅里烤一下 这是炭火吗 石头 在石头上弄 这是肉 摸点猪肉 咱这个肉是什么肉呢 是猪肉 羊肉 肉悬子是羊肉的 羊肉悬子 我以为是猪肉的 师父你这个是猪川几辈了 猪川四代 四代 你是第四代传人吗 这是第四代传人 肉悬子 这个小手法也是相当的销魂 必须捏一下 和这个 师父 这个肉悬子和咱这个肉冰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做法也不一样 对 哇塞 这个小环境 兄弟们看一下 有没有感觉 这是灌鸡蛋 灌鸡蛋 每个都灌鸡蛋 一个里边一个鸡蛋 一个里边一个鸡蛋 羊肉配鸡蛋 这个条味道就好了 哇塞 这个感觉 师父 你这个小果也是你自己做的吗 这个盆是以前的土盆 这个是土盆 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这个土盆 二蚕生间的历史了 刷一下锅 它这个是先在平底锅中 先烙 烙定型 然后在那边烤 一个烤制过程 兄弟们看一下 这个小锅 它是烧的这种大树 这种披萨 有没有感觉 沾在这个锅里得烤多少会儿 烤 凉三分钟 凉三分钟 兄弟们 这个肉拳子 它是一个地方性的名吃 可以这样讲 也就是说只有在它这个地方 你能吃到正宗的肉拳子 这小感觉 特别有感觉 真香 烤的 这边是烧水的 这边是烙饼的 这边是烤饼的 这边是烤饼的 哇 一锅三用的是 师父 你做这个做了有多少年了呢 我做这个做了有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你几年 五十七了 五十七了 猪串的从小的干点 对 地方名吃 范县高码头 肉拳子 师父在那一天卖多少个呢 二三百个 二三百个 多少钱一个呢 十三一个 十三一个 对 猛手能买四百 猛手能买四百 嗯 哇塞 在一个村子里 就能卖四百 就是猛手能卖四百个肉拳子 一个肉拳子十三块钱 想象一下 一个村子里的生意 这是 说明人家它的一个肉拳子 绝对是 远近为名啊兄弟们 中华名吃饭家肉拳子 是祖传世代 绝位名吃 至今两百多年的历史 传承哈 你罗兵的岸班 多长四年了 从我开始干净的岸班 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基本上不动力都说是馅饼 对 哇 切开这么一个小口 然后灌上公鸡蛋 它是凉面金黄 里面是灌的鸡蛋 羊肉灌鸡蛋 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哈 有朋友说这是馅饼 从制作工艺到制作流程 它和馅饼都不一样哈 所以说不能加馅饼 叫肉拳的 它这个馅是羊肉的 嗯 本身这个馅放了点羊肉 就比较香了 比较鲜了 它还放了个鸡蛋 更加的鲜美 虽然它是用石头 加那个木材进行制作的 它没有一点那种烟熏味哈 兄弟们 这不是吃的一个肉悬子 这是吃的一段历史哈 二百多年的历史 这一个就可以让你吃饱